这可真是冤家路窄 魏央本打算逃到魏谷 但公子昂早有准备 在此拦着了他的去路 齐而团聚 好 你说什么 隐姓埋名 继续做往门客 终生为我设谋 魏央却是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 公子昂 你若愿做本军门客 优厚多多 你什么意思 本军愿终生养你卫 却不用你华华一世 如何 你以为老夫是猪吗 猪 猪 王 上阳啊 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还口错 我逃一下操心 公子昂却并不生气 毕竟他不予将死之人计较 另一边白雪正与梅姑他们 吃着散伙饭 还是当初那个路口 只是与当初 子凌等父亲回来的情况不同的是 子凌这次是要等父母两个人回来了 很快天就黑了 卫央本想找个客栈过一宿 可是他却因为没有照身帖 而被老板拒之门外 照身帖就相当于身份证 是一方主板上画着本人的头像 并标注本人的执事 还要有官府盖的章 秦国心法规定 没有照身帖 不能住店 这下卫央是自己把自己坑死了 卫央求老板让自己住一晚 可是老板怎么都不同 无奈之下 卫央只能说出自己的身份 伤君 不相信 我真的是伤君 不会有错 哎呀 这伤君这也有假冒的 我还是秦宫呢 你信吗 走吧走走 伤娘伤娘 这自己制定的法令 自己也要受制 做法自毙 到了第二天白天 卫央抵达了岳阳 他明白自己这回只有死制的下场 岳阳 君子 我回来了 亲公 上阳找你来了 便来到了廷尉府 主动要求廷尉缉拿自己 廷尉与侍卫不希望他死 都求卫央快走 但卫央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另一边 银前告诉银次 卫央现在深得人心 必须尽快除掉他 否则会是个大危险 于是 银四立马交代廷尉府 立刻将商银 秘密移送 国域关押